一手先扶起來 那一天姿勢是我在後面 你們都會幫我按你鼠息 不是鼠息部 是這裡 那這邊不好按嗎 這邊你一定要 用兩手 因為一手要先 要來按一下 他們要有畫面 一手先扶起來 一手先扶起來之後 然後另一一手按 那一天姿勢是我在後面 我在後面 然後就這樣一手扶起來 然後一手把握 因為這個真的按不到啊 因為我這邊也拉傷過 我知道這邊痛起來很不舒服 對 這邊真的很不舒服 上禮拜 超姐記者會有提到說 因為你覺得你都好忙 我們常常碰不到 完全碰不到 你說什麼減少 恩愛次數減少 不要嘴巴 小心他很會套話 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現在也不是那麼年輕了 恩愛也不是就靠行動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時候一個關心 行動 我說靠心動 對 一個關心 一個問候 我覺得那個可能比 我衝上去報警 他勇吻他可能會 常常覺得更滿足 從後面 從後面 到我 小龍更大之後又會 有一個空曹期 我就盡量把他留在身邊 那除非是小孩自己有想 像我女兒自己有想法 那媽媽就支持 那總不希望小孩以後大了 說我當初想要幹嘛 你就不讓我幹嘛 我覺得最主要我們當父母 是這樣的行李 那兒子如果沒什麼 太大想法的話 那就乖乖待在身邊就好了 空曹我們就是養毛小孩囉 其實我女兒不在家 但我每天還是蠻多事做的 不錯 她最近沒有叫我砍柴 她的命運就是 我出一張嘴 然後她就要去 就是非常辛苦的勞動 抱歉 她有一陣子叫我去美國生活 她說在美國你什麼都 你一定可以賺很多錢 你會開Uber 你會休術 你會保養游泳池 你會幹嘛 你來美國一定不缺工作 我說但我不會講英文 她說沒關係 人家那些人也不會講英文 多麼十個人都在那裡休息 Amingo也不會講英文 對啊 你不要說我了 我們都你也嫌不下來 我不是去考了膳食證照嗎 她去 可以講嗎 可以講 然後我倒就要講 她去考大巴的那個駕照 然後她是早上都要去上課的 就是跟以前考駕照一樣 被考過很丟臉而已 因為還沒考 我就覺得我們兩個很 就是一直有找事情做 一直要學習 然後讓生活有好玩的事情 我真的是跟她學的 因為她無時無刻都在學習 那我就覺得 人為什麼要把自己搞那麼累 但是你真的去學習之後 你就會有一種快樂 就不管我們平常 我們在家彈吉他 彈一首新歌 最近我就在學吹口琴 我很忙 反正就是我要策動她的話 就有一個關鍵 我就說如果豆豆放暑假在美國 我們可以租大的露營車 去優勝美地 她一聽就說那我去考 她只要聽到有小孩關鍵字 或者是毛孩 她就會為了他們去學東西